今天市场出现了绝地大反攻的走势,量能也放了一些出来,上证指数、创业版指数都很精彩,尤其是创业版涨幅接近三个点。 这可以说是这段时间,很难得意见的中大阳线,个股热点今天是热点全线开花的行情,各大板块基本是上涨,白马股,5G,刺新,超跌,国改,等等全部在涨,5G比5G板块成为这轮调整行情里最亮丽的一个板块,持续性强,龙头涨不大,新龙头新义胜反包周五阴线,剑桥科技八连扬强势填拳, 还有超跌股无通控股锦上添花,中均中心通讯放量突破60日线的压力位,种种都预示着5G板块的行情不会马上就结束,后期对低位的5G个股还是介入的机会。 次新,开板新股长城军工快速涨停,近端次新春光科技,周五磊盘一动下5秒板,其他次新股都有上涨,航行转软,次新股基本会一马当先,后期对这一板块还是要引起重视, 不过对春光科技,明天二连,板不抱太大的预期,上周密尔克位的走势还在眼前,明天追高就有背套的风险,重要的还是要看长城军工明天的表现,盘面总结 接下来机会,可以说是,应该在局部里面越来越精彩,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很简单,就是转变思维,坚决迎接接下来阶段性的反攻行情,我们要有一种逆大众突袭向上,然后阶段性行情,可能会进入一个逼空演绎的思路,只有这样子,我们才可以更加从容地抓住机会,把握不经意间的阶段性大波段的机会,不管如何,至按时刻或许, 已经悄然开始离去,春暖花开的日子或许,已经渐渐如我们所预料的,来到我们的面前,因粉丝要求,特别的公布下笔者的公众平台,姚哥论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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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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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